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拍了好幾輯的 engagement 或者pre wedding 的照片 拍了好幾輯 所以也有少少經驗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 就是頭髮 為什麼呢? 經常的 makeup artist 會叫你做些highlight 染一些頭髮 它夾亂了或者特意幫你set的時候 如果你是真的純黑色 你沒有染過髮的話 其實它會很悶 沒有層次的 拍照下來就不太好看了 所以它很多時候都會跟你說 不如你去染一點髮 做些highlight 我自己也有 因為真的漂亮很多 你整天看背影 就是頭髮 真的看不到樣子 頭髮真的很漂亮 我自己去找Terry 就是銅鑼灣的 我覺得它做得很好 它的highlight 挑染燈 做得很漂亮 第二件事 就是很重要很重要 脫毛 除了唇毛 和under arms的位置之外 有一個位置 我之前也沒有留意 但是拍攝結婚的時候 我就覺得 原來要脫毛 脫什麼呢? 就是脫手指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因為其實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如果你有的話 真的一定要去脫 用自己家用機好 你自己拔掉它也好 但是在結婚之前 請問一定要脫手指位的毛 因為其實攝影師 很喜歡很喜歡 Zoom到這樣 然後只拍戒指 其實如果你有一點毛 你也會覺得很噁心 所以我都很建議大家去脫手指位 因為其實手指位又不是很貴的 如果你是裝幾部分 其實很多時候他都會送了手指位 那你就選擇了 另外就是 當然是你手指位 手指位 如果你手指也多毛 其實就算你包LACE 穿長的婚紗也挺明顯的 而且你腳下的 你都自己要處理它 才可以拍攝結婚 你選團毛公司的時候 都建議選一些專業一點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聽過就是 有些人脫得不好 其實會有些黑色的印 我自己也是去一些信譽良好公司 我就去MedicLACE 大家可以看看 合適時間 最好可能是脫完之後 你就去拍攝結婚 不然你就很尷尬 可能真的生了一點毛毛 但是又未夠時間去做脫毛 做Facial 我不會建議你之前那天做的 其實最好就是 拍攝結婚之前的兩三天都做 那不要試一些新的美容院 千萬不要 因為你試不是這些時候試 就是你在結婚之前 如果萬一你去那間美容院 然後他用了一些東西 令你敏感 你到時都不知道哪一個好 這個時候就不要薄了 那我就會建議你去 你平時做 去開夜美容院 可能做一個簡單的Facial 基本不要特意去試什麼果酸 無緣無故試海藻直針 就是不要做這些 做回一些正常安全的事情 就可以了 那我自己就會去做一個助養 因為做完助養之後 皮膚是光澤很多 漂亮很多的 那還有一件事就是 麻煩你 不要擠暗床 對 千萬不要 因為你擠完之後 其實擠暗床本身已經是有疤痕了 那如果你最好一點的 都是專業美容院 等專業美容師幫你做 那就不要到處清黑頭 那些 因為其實你很容易會紅色 那我最怕不是你紅了 而我最怕是你損了 因為你損了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化的 你的化妝師呢 是怎樣幫你塞一些粉 塞一些遮瑕膏 都是塞不到 因為你弄損了那一塊 所以我是超級不建議你 拍攝前去挑黑頭 或者去弄暗瘡 如果你真的那麼不幸 生了暗瘡 那真的用暗瘡 貼擺暗瘡膏 什麼都好 但是千萬不要去折 那我自己拍攝前 前兩天前去做facial之外 其實我之前那天都會用一些美容機 其實我真的有很多美容機 但是說到暗瘡就可以幫你推一下這部 它是一部家用的rf機 那fda認可 它除了眼線之外可以用 其實你頸部也可以用的 那你家裡可以做一下這些機 其實很簡單 就是插鬍 然後它有幾個不同的度數 其實我通常做了四五度已經足夠 那你用了一些lotion 你喜歡用這個serum 其實沒所謂的 它就有一點點 這個樣子 然後你就一直提升 就是向上的方向 那你可以做眼部 還有也做頸 所以不要忘記了頸 這個不是幫你消炎的 但是我覺得它有個功能 它是幫你快點促進它好 因為其實它是幫你打入你的皮膚裏面 令到細胞能夠活動回抗菌真身 令到你沒有細紋 提升 水分好一點 那為什麼我覺得它對暗瘡有效呢 就是因為它幫你修繫毛孔 還有我覺得它是不需要特意買什麼的配件 可能利用家裡的 Serum 已經可以了 價錢也是比較便宜的 其實它是一千頭的價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試一下 銅鑼灣Times的那間鑰匙也有人在講這部機器 當然 如果你有其他機器的時候 最重要是你之前用的機器 但也不要只是之前那天才用 就是你之前那幾天應該要開始用 因為你不可以打算你用完一次 然後它立即就會看到效果 就是你一直持續要用的 還有就是 最好之前那幾天連續都用 其實就會令到皮膚的狀態去到最好 你說其實我也沒有特別再有預算去買這些機器 或者出去做Facial的 那我推薦這件事就是 Full Mask 這個Mask 我真的很開心 我知道我再訂了幾次要拍到街坊 因為真的很好用 那我首先做Mask之前 一定要做清潔 去角質 如果你角質層很厚 其實你化妝師那天就算它什麼神手也好 其實很難的 因為其實你角質層厚 你變成你很不貼妝 那所有東西的粉都不漂亮 就會卡住了 所以就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做一些Cleansing Mask 去角質 那這個呢 你可以做一點點試 我就沒有什麼特別聽過人說會敏感的 寫呢它就是Formulated in France 但是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一個法國的牌子 那但是我用完沒有敏感沒有什麼 用完之後呢 毛孔真的小了很多 就是第二天呢 我其實很誇張 他們只能說到 我第二天呢 用完它發光的 那些那些 有用過的人呢 是說我脖子超厲害的 然後聽過它的神跡 很誇張 但是它真的這麼誇張 用完之後呢 這皮膚呢 第二天呢 毛孔是超小的 那所以我是很建議很建議 拍Prevending之前那晚要敏 但是這個呢 我就不建議一個星期連續敏 我覺得其實因為它是很rich的 很滋潤 它不是保濕那麼簡單 它是很滋潤 Prevending之前呢 那晚 是那晚就用這個嗎 指甲 你一定會想 我一定要做手指甲 但是其實不是 除了手之外呢 Gurk也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我第一次拍的時候呢 我就是不夠經驗了 然後之後我就 Gurk是塗了一些Burgandy的顏色 然後那雙鞋呢 就是一些透LACE的 那變成很明顯 很臭的樣子 我是 就是當我試鏡才拍Close-up 他們真的很喜歡Close-up 我要看一看你們 他們喜歡 Zuno的東西很近 然後光拍你 就是雙鞋子那些 然後之後我就覺得 哇 糟了 我覺得很不好看 因為我忘記了 我不知道 我沒有想過 那一刻我只顧著做手指 但是我忘記了 應該要做腳 就是要轉那個顏色 那如果你是穿一些LACE 或者會透的高山鞋 我都建議可能做一些NUDE色 會配搭更多一點 因為如果你做一些太深色的顏色 真的不好看 而且是絕對不會幫你P 大礦 那很多朋友真的沒有特意 可能沒有近視 那你就不會帶Close 那但是呢 如果拍攝結婚之前呢 我也挺建議 就算你沒有打開Close 或者沒有近視 其實可以嘗試戴一些有色 或者大眼仔的Close 那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 真的有神很多的 那你始終拍照 就是一生一次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因為我自己身邊的朋友都會 本身沒有打開 他們都會特意 即是買了一盒 來拍攝結婚的時候 或者結婚那一天的時候 就會帶 自己一直用去Ecafue 我就沒有特別去試其他 那如果你有什麼好推介 都可以推介一下我 那但是我就喜歡用一些很自然 就是你不會很覺得 戴了大眼仔那種 那有兩隻我都覺得蠻好的 藍色和這隻 其實它就是黑色的 那為什麼我反而黑色最好呢 因為我自己的眼珠都比較想深色 那其實我戴了之後 其實不是很覺的 真的很不明顯的 那另外呢 就是這一隻 它也是黑色邊的 那中間的眼珠的地方 就是有一點點金色的 那這個就是橙色盒這一隻 那我是適合這兩隻 因為我自己的眼珠是比較上深色的 近這兩隻色的 那但是呢 每個人的眼珠都不一樣 如果你的眼珠可能是淺色一點的 可能你會覺得 另外那幾隻款比較上適合你 那你就可以看回 我就不會太建議帶一些灰色 或者是綠色 藍色 就是那些我就真的不是太建議 可能你10年之後看回那張照片 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那時候會這麼激動 為什麼會帶了一個灰色的桿 選一些自然的色系 會比較上好的 眼睫毛 不要弄直眼睫毛 因為你直完眼睫毛之後 其實化妝師是很難幫你化的 第一就是你去畫眼睫毛根部的位置 其實就會做到薄的東西 那你到你下妝的時候 其實又麻煩 因為你都會塗多的眼睫毛 那你自己回去夜脈下妝的時候 又辛苦了 那如果他想幫你做 可能不同的改善你的眼影 他覺得是比較漂亮的眼影 那又做不到 那變種我都不建議你去 去防止之前去直眼睫毛 那但是我自己就會做Yumi Lash 或者Gel Lash 其實都是一些相近的東西 Yumi Lash是其實法國出的 膽法角質 那它會令到你塗一些serum在你的眼睫毛上面 perm了它 那就會拉長拉繞了你的眼睫毛 但是你做完這件事之後 你也是可以繼續用回化妝師的假眼睫毛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上好 那如果你說我真的很想弄些東西 那其實你不弄也可以的 因為其實化妝師會幫你下假眼睫毛 其實你不弄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所以就 如果你是一向弄開直眼睫毛 我明白會很不習慣的 那其實過到期而已 那你可以選擇去做Yumi Lash 或者Gel Lash 那BRA呢 我自己就沒有特別試了很多個 因為我很幸運 其實我試了一個的時候 已經找到一個是挺好的 這個貼的 是不是很貼 我這個就在尖沙咀利時 一個買BRA的地方買的 那就是因為她 我就是之前試婚紗的時候 那幫我穿婚紗的那個女生 那她說 你應該要買一些 那些 托得那個胸好一點 那你就來結婚了嘛 那你那天不可以穿BRA 你穿NUDE BRA 那你托得那個胸好一點 那我就去買了那些 像矯型BRA 那就是台灣做 那也覺得挺好 因為現在 一直都在穿 都覺得 真的 效果可以看到 因為 那胸是 一個星我級的 就是因為 它把你前面 旁邊 後面 不是前面 是後面 和旁邊的肉 都集中在 你的胸應該在的地方上 所以都挺好的 這個就純粹在那間店裡購買的 那我就沒有特別試 但這個也挺好 想跟大家推介一下 而且呢 中間不會有一條繩的 我剛才在弄一條繩 那這個繩呢 就是你貼了上去之後 你可以拉緊它 那你就變得可以 就是 你的上圍可以豐滿一點 我看下去 就是 你可以弄一條絲頁出來 那但是 其實呢 我覺得都很好看 你那件婚紗的 因為如果你有一些婚紗 其實可能是 不是太豐滿的女生 會穿得好看一點 就是可能是 穿得你slim cut一點 會覺得感覺不同一點 那所以就看看 你需不需要拉回這條繩 那還有 真的有心緊的嘛 你自己教的而已 那其實你不需要 拉得那麼緊的 令到你的胸好像太集中 其實我覺得 有一點點已經夠了 但是就 我記得價錢不貴 好像一百多元 最後呢 就是 記得帶你的求婚戒指 因為呢 我真的有試過朋友 拍婚紗相的 帶求婚戒指 然後變成一個笑容師 說 你這個戒指在哪 然後 我又不記得他 很大的 那所以就 那記得帶求婚戒指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是這麼多 我希望 你們會喜歡這個分享 因為這些真的是我自己的 自己的小小心得 和你們分享 那還有就是 記得follow我instagram 那還有記得給一個like 你的video 如果你未subscribe 這個channel的朋友 就記得subscribe 然後呢 我還有幾輯都是說pre wedding的 那就分享我之前拍的pre wedding的時候的 一些可能 笑影師啊 化妝師啊 或者那輯照 可能說一些那些的 就是 的feedback 或者一些的感想 是什麼要注意 或者我自己覺得 可能 如果這樣會更加好啊 那所以就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 在下面告訴我吧 那今天的video就是這麼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